五動身體活力滿點 花蓮社區關懷據點中 第三個C級巷弄喘息服務照護站 在國新裡碧雲莊活動中心成立 碧雲莊世界廚藝平台成果發表 看不出來有的長者 已經高達92歲 展現學習做菜之後的精湛廚藝 從我做九個菜之後 就要從我高達 關懷據點有一個特色 就是讓志工跟長者 都能夠藉由美食跟健康廚藝的方式 來共同參與像一個大家庭 慈激大學也提供六部復健器材 提升長者生活機能 也帶領長輩們 體驗各式各樣的課程活動 如果說這些老人 其實在家裡很孤獨 那我們就會讓他們 就是到西據點來 來參與這些活動 那老人跟老人一起活動 其實就可以復活他 他們減少他們的孤獨感 面臨高齡化社會的挑戰 設置照顧服務員 提供臨時托顧服務 深入社區讓長者 就僅就能獲得晚餐照護 帶來新聞楊安婷 鄧明儀 花蓮報導